最近要申辦護照跟辦護照的民眾真得注意了 領事局的人潮就像我們現在在這邊 這樣子天天都是爆量的情況 平均你等候的時間至少要兩三個小時 甚至有人得等到六小時 因此領事局改了一個規範 本來是你背頭了申請的文件 檢查完之後才可以領到我手上這張號碼牌 但現在為了避免等候時間太長 民眾可以先來領號碼牌 回家休息一下 號碼快輪到你 再來到這裡申辦 拿完號碼牌可以去外頭走一走 記得掃描現場QR Code 你可以像等餐廳一樣 直到現在是幾號 有覺得比較方便嗎 有有至少不用在現場等 對 我們可以翻別的事 等一下時間可以到的時候再過來 抽號碼牌了嗎 抽了抽了 我們是幾號 我們是三千多號 這一般件 抽號碼牌了嗎 抽了 那你是幾號 三千五百三十三 現在是 就現在兩千 兩千兩百多而已 下午再來比較彈性 否則這一千多號要等到什麼時候 民眾記得 雖然現在新的方式 不強迫幫你檢查文件 但你拿完號碼牌 旁邊的櫃台 還是可以請人員幫你檢查一下 免得號碼輪到你 缺了件 還是百忙一場 而當號碼接近一百號 民眾就能上領事局的申辦區 也是爆量人潮 相比一月 當時過年前的申辦高峰 一天六七千件 最近這幾天 二二八連假前 申辦量都九千多件 近萬件 短期內有護照更換或申辦需求 如果親自來現場 恐怕至少半年到一年內 都還是這情況 我們的觀察 我預計大概八個月左右 半年到八個月左右 可以回復到正常 疫情三年 累計需要更換的護照 有三百萬本 現在才消化四十萬本 民眾申請完也能選擇 郵局代收代計一百塊 省你再跑一套 今天新聞養親 貿易台幣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